在2021年4月13日下午 我們沙頭角分區軍裝巡邏小隊第三隊 接報立和村發生生火 當我們到場的時候 發現火牆距離民居大約100米 消防嘗試在村裡的街喉裡拿水救火的時候 發現街喉的水力不夠覆蓋火牆的範圍 所以我決定派出我的隊員 在街喉裡用水桶拿水直接將火救息 上司立即指示我和村民借水桶 在消防街喉裡拿水 同時消防人手也不足 我就立即協助救息長火 當時因為風勢開始大 附近有牛群 如果牛群亂走就會影響居民 火牆其實很近民居 如果再蔓延開去 就會有很大的民生影響 為了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我們必須要儘快將火去控制 如果我們不及時將火救息的話 火勢隨時會燒近民居 令他們會有生命危險 我是住在立和村的村民 那天我看到很大煙 出去看到有火都很近我家 看到有些牛都在火牆附近好像很害怕 之後見消防來到開喉 但水壓好像不夠 4至5個警察馬上跑來跑去找水桶 找到水桶 見他們走來走去 和消防一起走進火牆附近 一起救火 來來回拿著水桶走了很多轉 火才沒有燒到過來 還很快地救息火 因為情況很危急 風一直向我家那邊吹 如果繼續燒下去 可能我家和牛都有危險 我高度讚賞在場的警察和消防員 即時靈活運用手上的資源 而不是死板等待支援 做警察真的不是打工這麼簡單的 為了 停火 至 ceased 感谢观看